如果说 米酒见证过客家人的历史 美食则是融入他们日常生活中的 另一种文化载体 快到清明节了 这天 廖金龙去野外采摘最新鲜的爱业 他要做一道古田的特色美食 爱业版 采摘回来的爱业 用清水洗净 下锅煮烂 细细捣碎 再掺入一定比例的糯米粉 充分揉搓搅拌 然后抓去小块 摊薄成饼 放入用萝卜 菜心 瘦肉 香菇等配置的馅料 再包成半月形或者三角形 最后放入蒸笼 用萌火蒸 爱业版皮薄现香 加之草药特有的清香 令人吃家溜肝